领带绑艳逼女童口交 狼师判刑就年 就是这名国小狼师黄年义 他1999年间在南投自家开社补习班 因补习学生职优量人 他竟称黎明女学生做功课时 对一名十岁女童上下禽兽 还把女童带进厕所 用领带绑住女童双眼 逼女童替她打手枪口交 直到被害人念高中时 将这件事情告诉男友 狼师二喜才曝光 法院审理时被害人证称 狼师拿肠肠热热的东西 印在他嘴里让他想吐 台中高分院法官认为 女童没有理由诬陷老师 因此因加重强制性交 及加重强制猥胁等罪 判证明狼师九年徒刑 众新闻台中报导